Hello 大家好 今晚女王又抱羊 但就找了另一個美女 所謂美女 幫著先 什麼所謂美女都極即可美 非常美女 雖然聽眾觀眾看到 是美得不肯上鏡的 沒辦法 唯獨是樣子現在染腹毛鞭 可以在這裡訪問美女 不是訪問我們一起主持 我們一起主持 我們單單而已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Jolin對今天的話題都有意見 兩件事起碼都有意見 三件事都有意見 第一件事 其實最新發展 就是開始有人說 港元要取消 要跟人民幣合併 另一件事 阿洋依然在這裡發瘋 樓價發瘋 結果被人發瘋到我瘋了 不要緊我幫你發瘋 我幫你發瘋 第三件事 大家很關心 阿念月曾中已經出聲 跟長窩一樣 認為應該是莊曾 要負起這個挽救泛民的責任 出來選保選 那三件事 大家有意見 今天大家各自發表 意見討論如何 我們或者說說貨幣 消供 因為其實全部是有關係 你莊曾也是財政司司 今天又說貨幣 貨幣又跟樓市有關係 絕對是 貨幣其實是 因為過去這麽多年 都已經有聲音說 要把港元和人民幣合併 脫鉤 第一件事 是何時出現的 就是說脫鉤線 因為港元一直夾住 這個美元 那時候你記得是中英談判 港元被人拋售 遲時都掃光 八三年 八三八四年 為了挽回人心 就一下子放進去 阿彭你知 是 我記得當時 其實是一對五的 在中英談判之前 大約一對五 一下子就爆到一對九 一對十 十幾 好像變了一倍 變了一倍 變搶購潮 我不記得 於是 你太年輕了 我還未出世 沒錯 就透露了年營的秘密 沒辦法 沒辦法 這些事實 騙不到人 所以當時在早年 就沒有遇過這些神奇的日子 我們身在其中 知道為何當然要 美金 一夜解決了問題 不過從資以後就犯了 從資以後 講完美金上落 是沒有了對內的經濟調節功能 不過它是貨幣長期穩定 是穩定 問題是對於資產 有資產就是有利益 貿易也可以說是有利益 但犯了什麼加貨幣 就沒有內部的調節 你加息減息 貨幣供應增多減少 完全不到香港自己說的 因為變成是美金一模一樣 最要命的就是 在通貨膨脹年代 美國一天經濟衰弱 於是它減息 港元被迫跟著減息 你想想 經濟膨脹的過程當中 中國開放 九七之後 一直開放 尤其九七 香港回歸之後 中國和香港經濟越加密 結果經濟膨脹會發瘋 但是港元在那時候減息 所以為什麼 那就是泡沫化了 泡沫化了 大上大落 沒有調節 然後去到美國金融風暴的時候 它就挑衣量化 博物業民旨 又迫著和美金一齊 扁下去 又發瘋了 然後反過來 輪到美國現在開始強了 開始要重新想這件事 是脫不脫勾 因為現在加息的話 香港會很嚴重的 我知道 這陣子美國加息 其實前年已經加過一次 但是香港其實都不是很金 不是很金 不跟的原因很過癮 張尼沒有說錯 也說阿楊要提及 人民幣有這麼大的關係 是因為香港的貨幣是水浸這麼多 是很多人民幣湧出來香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雖然不是美金 但是整體香港的資金供應量 是泛濫得不得了的 所以變成就是說 你即使港府想加息 那問題是 那你憑什麼去加呢 你供應這麼大的食物怎麼加 而且你是怎麼可以倒截這些供應下來 所以變成兩難騎虎難下的局面 所以變成說 另外一個政治陰謀論都可以 好像這樣說 很久已經想掛勾人民幣了 說了很久 但現在是更激烈的 我很記得很多年前說 掛人民幣到現在說要取消港元 很大變化 什麼加科呢 人民幣搞國際化 就說了很久 搞了十幾二十年 入了世貿都是為了這件事 然後記得幾年前有一個大新聞 要爭取成為這個 特別提款權 國際結算貨幣 對 一五年九月就正式拿到這個 特別提款權 其中一種貨幣 沒錯 組合貨幣之一 我們那時候在右台的決戰中環 都提過這件事 那時候花春臺也沒有人來 現在就開始輪到金融界 梁朝偉出聲 黃東勝 說取消港元 是有跡可尋的 也就是說香港尋求脫歐 已經找了很久的機會 因為以前的說法就是 老牌脫星 脫又死不脫又死 你的時機永遠都不一樣 但這裡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港元和美元脫歐 第二個概念 就直接取消港元 直接編成人民幣 這個去得很盡 過癮在什麼家科 為什麼說港元末日呢 為什麼 其實一件事情 是Logical 純粹從黃東勝的角度出發 我不是那個 對還是錯 我不一定buy那一套 我自己有那一套 問題是從他的角度出發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 黃東勝是什麼出身呢 就是treasery 盤房 就是他看開數 炒開貨幣的 基本上和糧粉蟲一樣 問題是銀行看開盤房 那些傢伙 基本上他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的貨幣 例如我們美元才算 一向都掛開 你取消那個掛歐會發生什麼事 第二個問題就來了 你和什麼掛歐呢 大部分國家 就不用直接掛歐這件事 就用儲備來支撐 所以你是一男子的貨幣 一男子的貨幣 有什麼決定的比例呢 一般是黃金的 不是的 以前是黃金 以前是黃金 現在不是 你說黃金 我上次也寫一篇文說 含金量很小 很低的 含金量已經很小 德國就比較高 德國就比較高 遲些再說 德國叫了很多黃金回來 這是一個陰謀 Fernox的金錢都沒有被掛歐過 稍後講德國的黃金問題 所以現在的貨幣 其實國際的標準 就是用不同的結算貨幣來推出 人民幣一年開始成為 這個Special Drawing Rights 構成貨幣之後 一個很個人的現象出現了 它在全世界的貿易比重有多大呢 你會在SDR的比重照比 為什麼呢 因為是最後的所謂提款方案 即是各個國家之間貿易對數之後 你不平衡那條數 就用SDR來對 也就是說 SDR一定會跟國際的貿易比重成正比 於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 歐元就失敗了 比例就降了 不是完全不見了 美國依然是一支獨秀 當然 第三大是說人民幣 所以日元就很久沒有稀釋了 雖然說是所謂強勢貨幣 但在國際結算裏面 其實日元主要都是用美金來對 沒有辦法 所以變成國際結算貨幣 一旦加入人民幣比重之後 你自然走不掉 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有職務去組織的話 第一件事 脫不脫先 老牌脫升脫不脫就死 我當年都還要脫 盡地一步脫掉它 叫了還有港元 第二個問題 港元會和什麽貨幣掛勾 才維持國際結算貨幣功能 如果國際結算貨幣裏面 已經是有人民幣構成的話 你會不會不掛勾 你不會 但你不可以只是歐人民幣 沒錯 這是第三個問題 假如我脫了歐 掛了SDR 人民幣充 照了這個份量之後 港元還需不需要成為獨立貨幣 這個問題很大 這個問題很大 因為如果港元和美金掛勾的話 港元和美金是一樣的 沒有人理會的 不介意的 那如果你掛了一個貨幣 或是另一個比重 權重不同了呢 那就很大問題了 香港是否像九七前一樣 一個國際貿易中心 或者 即使你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你是否會成為一個獨立的轉貨幣 明白嗎 這個很過癮 所以看看另一件事 第二個trend 就是 從黃東線的角度出發 我不一定說的 但是從他角度出發 第三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要想 港元是否獨立這個國際結算貨幣 如果他的結論說不是 那這個問題很過癮 那就是說到底 是將人民幣變港幣自由流通 因為是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貿易區 香港主要的貿易都是中國的 你走不掉的 金融也是 起碼我們一半的市值 是國內的企業 你走不掉的 也就是我們的correlation 差不多接近一對一不低 差不多 我不是說絕對大 差不多一對一不低 那就是說 如果港元要維持獨立的身份 而跟另一隻國際結算貨幣 人民幣去對沖的話 你以為市場會炒成什麼樣子 現在是很難炒的 第一是人民幣自由兌換 第二是港元要維持美金 你炒人民幣對港幣 不如炒人民幣對美金 好不好 沒有分別的 港幣夾在中間 那個所謂主動被炒賣的角度 就不大 反過來 如果到時你脫了勾 但你跟人民幣一樣 同時存在 但是人民幣SDR 港元不是 那你猜會發生什麼事 你會隨時被人炒到七彩 南出站就有黃東勝領教過 可能是小時候未領教那麼多 索羅斯那些金融大學 炒到英鎊都爆 你不是說97年 九二年 九二年 炒爆英鎊的話 The day that he broke the bank of England Yes the day he broke the bank 一二十億 沒錯 沒錯 你想想 當年英倫銀行 面對香港同樣的情況 就是到底掛不掛歐羅 明白嗎 歐洲統一馬城條約過了 照計你統一貨幣有時間表 英國還有壓碗數 歐洲還很清楚 Margaret Thatcher 那時候說他錯 現在你知道他對 問題是 你那時候先知先覺二十多年 二十幾年是沒有用的 原因就是 英國明顯了解到自己的經濟構成 歐洲是不同樣的 你如果將英鎊和歐元完全融合的話 你會出現一個很拿命的情況 英國本土的經濟要調節 調節到可以適應歐元 或者他不用那個所謂單一貨幣的方式 好像當年 就是他自己有一個掛歐的對沖 是砍了他的心孝 所以其實當然 因為我在歐洲讀了 法國佬想過什麼科 即是他們叫Stick in the Tunnel 到底這麼多歐洲貨幣之間 這個調節機制 當時還沒有統一貨幣之前 統一貨幣之前是過渡期的 當時還沒有歐元 還沒有歐元 還沒有歐元 那時候還有馬克 剛剛還沒有完全廢貨幣 你會發現一個很個人的平衡空間 就是同時各國貨幣 繼續流通未完結 但是歐元還沒有正式統一 在那個情況下 各國的央行 Stick in the Tunnel 那個Process 就是一個 各國貨幣的漲幅、跌幅 在那裏彈上彈落 各國的央行 就經歐洲銀行 即是EU Bank 就由歐洲中央銀行 入手 入市干預 直到調節到那個band width 不是大上大陸 沒有炒爆的情況下 才統一歐元 英國就很頭痛了 除了一個經濟 德國最大 法國最大 就是英國 即時有人找到一件事 玩什麼呢 英鎊對歐元炒爆你 而當時第一個受害者 當時大家真的忘記了 英法隧道 你有沒有見到這間公司 Eurotunnel 英法隧道是一間上市公司 它上市的時候 剛剛就是吃正那浪 它在倫敦和巴黎同時上市 Dualisting Dual currency 你明白嗎 即是說索羅斯的炒家 馬上聞到 就炒爆你 當時英法隧道炒爆 買賣他的股票 不是為了他的股票 買賣他的股票 是炒貨幣對沖 一間公司怎麼頂 炒的 後來歐洲強行同一貨幣 當然 當時歐洲中央銀行 叫做有力 但有一間銀行沒有那麼有力 叫做英倫銀行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以英倫銀行當年的儲備能量 都不夠索羅斯炒 你想一下 中國 如果你類比歐元 它將會成為國際結算貨幣 將會 暫時還未流通 但它已經是SDR 你說完一脫歐不再是美金 不再是美金 你變成要跟國際貨幣 要對沖 對沖 是 那你是不是 翻炒當年 英倫銀行 對著歐洲央行 那個情況 更弱勢 沒錯 更弱勢 將你的船 由避風塘 洗了出 大海 大公河 可能正在打 巨峰 正在打 perfect storm 所以你已經預算了 但凡是動了 聯繫匯率 那些東西是像 Dominional Effect 那樣倒下 是像Dominional Effect 那樣倒下 所以有些東西 黃總長可能不太明白 但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大惡 我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情況 是翻炒當年 英倫銀行 對著歐洲央行 和索羅斯在想著 怎麼打你那一刻 所以結束 他不是完全脫歐 但是他沒有辦法 不令他大普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弱過當時的英倫銀行 幾樣東西弱過英倫銀行 第一 總署被固之言 你覺得香港 多大是一回事 是沒有意思的 你一半以上的經濟 一半以上的經濟 都跟中國大陸決定了 走不掉 第二件事還要命 就是說 我們其實那個 內部經濟脆弱得不得了 這是第二個話題 Exactly 不要說跳得快 昨年也好 樣子也好 相差到九彩 香港的樓價發生什麼事 所以香港的瀑布大到不得了 你在這個時候 督穿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香港的經濟 其實是中乾的 它只不過是一個 asset bubble 去抬起那件事 人家都知道 不過不敢說 沒有人會直接說 黃仔的生意 沒有人願意做個小朋友 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個 很多人記得你 你這樣說 就馬上有人 是呀 是呀 所以九七的時候 也有人說 老董弄壞了市 這件事 很蠢 但是你發覺 他那個死狀 就是被很多樓階級爭 不是 老董弄壞了市 不是 是市自己弄壞自己 九七 因為你的樓價高 這樣的時候 不關老董事 有沒有老董 他都會想 都會想 只不過老董有時候 推些東西出來 黑仔 他自己黑仔 他愚蠢 他愚蠢到不敢去承認 他說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是你們那些人 炒樓炒得太高 沒辦法 他應該懂得說這句話 你說要插插八萬五 實際九七不應該入他數 關什麼八萬五事 所以今天就是炒爆 just what happened 在他的位置爆 就是玩音樂耳 剛剛他坐到 炒樓炒爆了 你沒辦法 那是蠢 他也不敢說炒樓不好 他沒有吉祥 就算了 問題是現在議員 17不是1997 還要命 二十年之後 就是現在的水平已經超越了九七 超越了很多 以及那個氾濫程度 也超越了九七 現在九七年的時候 還有很多公屋居 都會放著 很多人會死 現在公屋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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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數字 你們也在襪子 都有點麻木了 最新數字 我們不要說樓格 床位 不要說床位 西行陪最新的床位 西行陪 割一個五百尺的單位,割了十幾個床位 即是劏房? 不是劏房,是劏床 即是龍屋來的嗎? 劏三格,即是大概那些 即是棺材 每格租3,700元 一格3,700元 即是棺材的位置3,700元 即是我跟你坐這個位置已經3,700元 睡得了,但坐不坐到,我不知道是可以睡得了 一定坐不到,滾下去,打橫 上次葉劉訪問的時候睡覺了 即是好像那些碾房的櫃桶 沒錯,碾房櫃桶 說得好聽一點就是太空倉 說得難聽一點就是這個櫃桶 碾房而已,只有3,700元 你坐三層的 赤架多少 不是赤架,我說為什麼 因為赤架還要計算平面 你倒三層的嘛 你那個位置是3,700元 是萬多元的 所以他說 如果業主租了,每個月都四萬多元的入息 如果他不借,只租了五百尺出去的話 可能是萬多元而已 問題是這段尺租金 當然隨時比山頂貴 貴已經超越了 一早超越了 關注全球 關注全球 關注山頂,自己內部比較 所以什麼叫做業貧制庫 大家明白什麼事 大家知道 我覺得這些社會就死又如沽 如果是這樣 你還覺得樓價高 我一向都溜到結冰 不是說我是不是壞人 反過來我和索羅斯一樣都是金融 不要說大惡 嚴捨仔 問題是我們的冷血生物 上落也是可以炒的 我們根本沒事的 一聞到鎮製知道這個大泡沫在那裡 你就知道可以動手 你的工具不夠 你的房地產很難沽空 反過來看看 為什麼會是黃東勝呢 他講出來好像很令人害怕 但其實我們自己不要說 你是自作業 一早九七開始已經鎖死局了 原因就是 九七那一會 已經有很多專家說了 為什麼你不趁經濟好的時候 就是脫鉤 如果九七前或九七初脫鉤的話 即使面對一個簡短的陣痛 可能是貶值 諸如此類 都好過你九七那一會炒到爆 所以你沒有自己調節能力 所以是焗炒的 九七前有人說過 好不要趁經濟好的時候脫鉤 趁經濟好脫鉤 另外九七和九八年到2003年的通縮期間 也都有不少的聲音說 要脫鉤 因為那時候港幣跟著美元來這麼高企 而你沒有辦法通過調節利率 令到你的貨幣仍然高企 而經濟又萎縮的時候 就變成全面的通縮 上縮 五十幾個月通縮 我記得當時在中學 我移民澳洲 我記得當時最差的是一個澳元 只能賣到四個八、四個七 當時大概是奧運中三 但我記得後來就沒有再 二千利息來奧運 所以當香港通縮的時候 你再加上美國的緊縮政策 就是雙縮 你不能調節 所以經濟學家一早已經說了 一是最好的時候脫 一是最差的時候脫 一是最好的時候脫 一是最差的時候脫 你沒有打算脫 一直到九七你都不脫 九七之後還有很多所謂經濟學家 還抱著這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所謂自由學派的經濟學家 抱著最不自由的經濟學派 就是貨幣掛勾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經過風險 風什麼的險 有數計的 我覺得沒有人想揹 不是沒有人想揹 為什麼呢 在這種安排下 你都算得出 你只有一種人會有好處 擁有資產的人 你已經看到了 那個棺材位 三千七 為什麼呢 就是擁有資產的人 在這種貨幣安排下 那種惡性潛 潛在通脹 那種殺傷力 只會殺傷窮人 不會殺傷有資產的人 因為他的資產是美元 是美元 上去就等於跳了船 你明白嗎 當然 但是如果你沒有資產呢 你靠收入呢 你怎麼調節 你不要調節 資產已經去到什麼呢 打結陰師路 三百多萬一個 葛福音位 陰宅貴過羊宅 不知多少百 還有我想說 今天的最新消息 就是有一個深水埗 六表的居屋未保地價 已經穿了七百萬了 各位 居屋的七百萬 六表 未保地價 未保地價 保地價過千萬 對 居屋也過千萬 但我覺得最恐怖的就是 香港的人 有一批人 當然好像我們這樣 會吵吵聲 但也有很多人 以香港那麼高的地價 那麼高的樓價 為榮 為榮 我覺得這樣很繁榮 是啊 他的樓價升代表繁榮 我們記了一件事 自認中產的離地港豬 不要沾沾自起 別人的資產 在沒有債務的情況下 是計算正資產的 你想想 如果自己的錢都不止 推到樓市 還要拿著父母的錢 入市來幫你 全都成功靠父幹 就看到了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將祖孫三代 所有家產壓倒 各位你自己在供應 當日加息 只要由0.25加到0.5 你的息已經多了一倍 不要以為好像很少東西 而且不止那個案 其實還有一些是二案 二案三案都有 三案都有 也有很多大陸人 其實是香港買東西 用香港藥案去用回大陸 就算最大的所謂地產商 海航集團 現在整個東九糧發展到案 但是習慣了 原因就是 有一件事 大陸人的思維方式 跟我們香港人是不同的 他們是不怕借錢的 你為甚麼 他們是不予還的 銀行破產 因為他們的經濟體系 和政治體系 和香港不同 他們借錢很多 不是純粹從商業方面考慮 很多是政治 或者關係上的考慮 都更不止 原因是在於債務責任 都是有政治考慮 國內最出名的 其實前年都已經說過 那時候也在花生 前年都已經說過 不讓你破產再坐一會 所以很多都覺得 他不讓你死 不讓你破產 即是說 北京中央不會被任何銀行 形成債務違約 有債都不可以追 他們根本就有詞無恐的 不斷擴大債 所以為甚麼 你現在為甚麼香港銀行都發瘋 因為有一種 你好像李嘉誠 就手旁觀 不理 原因是一樣的 根本大家在玩一個不同的game plan 到底香港的金融機構 是否真的發瘋 以為那些債人會還錢 如果還不起會怎樣 我就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 跟那些債人很嚴重 至於借錢給他們 厚了很多 即不是國籍銀行 或是本地銀行 你很老實 都是中國的資金 說難的 唐水唐魚 其實你在外國 你見到很多所謂 我以前認識朋友 我以前在律師樓 我做過律師 我在律師樓見過 例如大陸人 去澳洲申請Visa 帶所謂的資產 但是他們申請的時候 有時是要離岸Visa 你要回中國等的 有些人不肯等的 那你問他 你帶了這麼多錢過來 你現在回去可以嗎 死都不肯 說我不能回去 那他的債人從哪裏來的呢 或者他有些是借的 有些可能是不知怎樣來的 好都是去了國外 其實根本這債是單向流的 對 是流出的 流出不流入 其實中國的經濟不論好與壞 經濟不好 當然流出更快 所以就是 因為個資不保值 政治問題 所以大家都明白 就等於融斷機 就融毀了自己 他不讓你賣的 那些股票可以 那你怎麼搞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是一個很不自然的經濟 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 那些人出來炒香港的地產 其實金融界 不是地產界 自己說了 黃國雄 這個 趙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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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們這麼狼呢 他只是說了問題 現在半未說第二半 那半是什麼家科呢 這個投資回報 跟香港是不成正比的 香港 香港賺慣工的利潤水平 是高於國內的 國內的 國內有稅 國內有增值稅 恭喜你啊 有房地產稅 其實國內的 中國的政府 對於這個暴利 是會徵稅的 所以國內地產商 已經沒有了 暴利時代 所以來到香港 他賺10-8元 即是十多% 他很滿足 香港的地產商 只剩3-40元 哇 他賺少三分之一 他都不介意 他都比國內還高 那為什麼不是香港呢 所以他就說 這個 有少少可以說是共業 即是港月活日 因為共業 大家是摘了一條船 就是說 當年是為了解決 一個政治問題 你記得嗎 然後 又說八九動蕩 九零 諸如此類 你怕死了 維持不動 買個政治保險 經濟上是一枝獨秀 所有資產都發生 你不相信九年年 現在已經發了太空 所有資產都發生 還有記住 有票的全部資產 當然是吸引來的 你看看特首選舉 哪一人最多票 你就能鎖得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可以說是共業 現在那些人炒賣 還樂此不疲 你說 說完了什麼前途好說 其實已經全都交空了 九七前還有工業 還有貿易 現在那些是什麼 又有另一個說法 香港政府 第一 他的庫房大約有1萬億 港元的儲備 另外外匯基金大約3萬億 這個足夠支撐香港的貨幣 不一定 原因就是人家不是現在有多少萬億 當年索羅斯堆壞英倫銀行 都不是全部他自己的錢 那些人厲害了 他知道世界上有一件事 叫無限槓桿 什麼叫無限槓桿呢 當你知道套凳過程中 賺的 不論金額多小 只要能借到足夠的錢 你都可以賺成大 一毫子成大 十萬倍 就是錢 一毫子不是錢 成大十萬倍就是錢 當所有大約都聞到 是炒單邊 他上還是下的時候 你一定借錢去炒的 當年炒泰豬也是這樣 九七那一鑊 香港怎樣擊退大約 前後來兩鑊也說過 第二鑊怎樣擊退的呢 就是下閘放狗 不讓他借錢還錢 你不能夠做到那個再融資 在這樣的情況下 斷你均響 要平不到股票 反收炒高 很過癮的 沽空了之後你補不到倉 沽空了之後補不到倉 沽空了補不到倉 你又怎樣 天價你要賣貨補倉 就是犯法 大哥 坐得監 你想不犯法 就是天價補倉 所以那次 波太珍打了大約 到最後那一鑊 是股票不單止不跌 不單止穩定 是炒家被迫 炒上去 很過癮的 所以你說是short covering 你說中文我聽不懂 不好意思 是short covering 當然 你short squeeze 又會帶另一批人 沒錯 很多時候其實炒家 是一個人 就好像那些wilder beast過河 一隻落的時候 蜂擁而去 就會開始帶了其他人 其實他人只是帶路 沒錯 所以變成那次英雲銀行倒閉 不關於索羅斯一舉 明白嗎 無限槓桿 一攻破城門 就要湧進去 所以其實黃東省 作為一個資深銀行家 他見過 他知道什麼事 香港無論多少億儲備都好 你是有機會被人攻破 但是有一個地方 所以不是說 大陸說好話 第一 我沒收拾話 你知不關事 其中一件事 為何中國不害怕 他不是完全開放 資本帳他不開 起碼有限度開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攬水泡 你想想 你攬哪個水泡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其實是用了中國的儲備 來擋港元 問題是中國的儲備 他自己都 近這一年來 自身難保 有一個感覺 由四萬億一塌子 變成三萬億 三萬億 就是那個減的速度 那幅速度是快的 四分之一 是快的 不單止那個幅度大 而且那個速度是令你覺得真人害怕的 走資的情況是很厲害的 沒有辦法 這種蝕國然的經濟 一來 第二件事煩就煩了 經濟重新佈局 這個中國也沒有辦法制止到 你看美國那個樣子 你就知道了 但那個process是很漫長的 漫長和痛苦 不是想像是這麼急劇一件事 所以更加有一個很過癮的situation 真是很像當年 歐洲你覺得很強 當然是德國 其實有一點像當年 歐元和英鎊 那個 所謂重組的風險 所以黃東勝就想握個水泡 好老實 從技術上來說 你不怪他 但又是那一句 真正就是 我們買政治保險的共業 這個 港元的所謂強勢 其實當年是一個政治保險 而不是一個經濟保險 而不是一個經濟保險 但多了一個經濟上的界外效應 即是其實是 當年我小時候 他就是想掛掛掛了之後 令到大家擁有資產的人 心定了 定了 不是擁有資產 為什麼 外貿也是 如果跟你結算五元雞 那也是 太浮動 我現在只可以收到一半 我不破產 當然 工業也是 如果我當時經歷過的 當時我真的很小 但是 大家就不是從蕭公的角度 想得這麼宏觀 而是覺得 去街市買隻雞蛋 都今日的價錢 都招不保值 和今日的價錢都已經不同 特別香港是要入口很多東西 結果那些人不是去搶樓的時候 是一天之間搶米 搶廁紙 所有日月品 一下子超級市場 那時候還有米店 搶到光了 這件事已經牽涉到社會穩定的問題 就不是一個經濟健康的問題 所以當年大家是為了買一個政治保險 這是真的 不關經濟的事 那如果政治保險買了 就出現了一個背持現象 經濟穩定了 然後是涂空空心化的 1997之後 所有的工業 貿易 所有生產性的東西 不移 1997前已經加速 1997之後更嚴重 沒有了 你想想 香港除了金融 和地產 你還有什麼給大家 真的沒有 是很多人的 不是完全沒有 香港不是沒有所謂生產能力 但是在這個 這樣的經濟佈局底下 是壓到 吐不了氣 你就想想 為什麼工業 現在的年輕人 所謂的地方 搞創作得那麼難 你賣房也沒有地方 其實說來講去 都是一個land supply 有沒有地方做事 所以你的土地價 搞了加盟的制度 它不會被你調節 因為擁有土地資源 那些人寧願不讓它跌 都說儲備全能大 香港政府 還有誰有牌 我曾經跟一堆 叫做中小企 廠佬 我們俗稱為廠佬 在香港做廠 後來搬回大陸做的那一堆 很多身邊都是這一類 就是養大香港 他們很多是怎樣呢 賺了97年前那段時間 賺了很多錢之後 他們不是把那些錢 投放回去生產 開發新的產品 去買物業 因為那個回報太容易 和太高 其實這個情況是有點像 台灣這幾年的地產 因為他們很多 在福建或地方 他們一關了工廠 賺了錢回台灣炒地產 有什麼好炒 但香港的情況是得人驚 比台灣更差 香港嚴重的台灣 但是現在的菜都沒有一條 所以香港其實 你可說是共業 共業做什麼呢 就是你講諸蠢 顧之然 政府一向都在誤導大家 你覺得很安全 覺得很安全 你才死 溫水主說 你應該轉型的時候 你沒有轉型 你應該脫鉤的時候 沒有脫鉤 你應該再做生產力的時候 在工業發言 什麼交貨都好 創意產業什麼都好 總之要找一件事 你不要那麼靠金融地產 好不好 沒有 那現在呢 現在呢 我想問一下我小時候 我在澳洲 但我聽過看新聞說 董堅華那時候說 要發展其他 十大嘛 但是沒有了這件事 中藥港 數碼港 數碼港就變成另一類 地產港 對 中藥港 已經只有港 可以說就說 中草藥 中草藥 八萬五說 我沒有港 即是不存在 即是基本上 他全部都批了 沒有太多執行力 所以就是說 他以掌官 以致從上而下 想香港什麼樣子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要明白 你作為一個自由社會 的領袖 你覺得動員到什麼力量 是很講究的 而有一件事 不僅是動員不到 甚至跟他對著幹的 就是把八萬進入他 那幫地產黨 那幫地產黨 不斷想北京告語 告語了嘛 那時整天罵董建華下台 罵得最大聲的 表面上是上街那幫 其實在背後 在北京罵得最大聲 是地產黨 地產發展差 所以說 所謂管治同盟 怎會會倒閉呢 根本就是利益相反 你怎樣同盟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論你是否長官 甚至民間自己出主意才算 你都不敵地產黨 任何事情 你跟他的資產價值 有矛盾的 一定會動你的 那問題就是 現在積累到這個地步 要賺的賺夠 要肥的肥夠 就肥夠 就像何先生所說 肥佬穿不了襪 那怎麼辦 那現在就面對一個大問題 中國自己 就隨時都去想 國際化 國際化 他不敢說 在SDR做了 他企圖自由浮動 又不是很成功 我覺得他不敢 不敢 這個政治風險 這個不是經濟風險 是政治風險 這個政治風險 但反過來 哪個地方最有經驗 去處理 哪個地方最有經驗 哪個地方最有經驗 去處理呢 反而是香港 打過幾次大惡 真的 打過幾次大惡 香港是贏的 還有 你玩弄斷 玩不成功 香港從來不成問題 不用停市 香港 但香港是有秩序很多的 還有 甚至 銀行危機很多人 記得我1965年來過一次 結果是解決了 經常有的 恆新銀行當時都想的 現在一樣是生糕糕糕 90年代是否試過擠提 試過 我記得小時候很小 每十年來一次 2008年試過一次擠提 2008年我親眼看到有人在東岸銀行開始有人擠提 那時候政府開始害怕 馬上介入 馬上介入 以及找一些地產大媽媽媽過來 入股東岸銀行 以及全面保障所有每一分每一毫的銀行全部 才令到那條銀龍沒有了 那條銀龍剛剛開始形成 我記得 香港政府很聰明 所以香港是充分吸收金融風險的應對 那反過來 如果大家都有幾萬億儲備的話 很過癮 黃東石不是蠢人 我不當奸仔 如果我會爭取這份工的話 我也覺得這份工很有興趣 如果中國現在已經沒有張法 中國的人民幣要變成國際貨幣 最直接了當的方法 其實是利用香港做平台 但是名義上你不能叫取消人民幣 總量大 那其實基本上 黃東石背後的 gender 黃先生你隨時滅我的口 不好意思 我猜錯你可以糾正我 歡迎給意見 作為一個盤房的路種 最理想的部署 是把北京中央銀行的盤房搬到香港 名義上就是港元取消變人民幣 實際上就是兩隻貨幣融合 香港管了中國人民幣的國際結算功能 這樣你就安全了 留意這樣你就安全了 因為中國現在有很多現有 大家如果不是玩開一些技術的話 忽略做一個基礎建設 就是你的貨幣要炒 不是說你自己做命令便可以炒 其他銀行裏面的系統 是不是跟你掛勾 你這個結算系統 這個結算制度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over night 將人民幣變港幣 人民幣沒有運行 因為大家未曾經結算過人民幣 很多 拿不到人民幣 做不到人民幣結算 反過來 香港是全謀通的 任何一個地方就要去到街邊檔 去到西班牙 意大利最冷門過頭 那些貨幣兌換店 一樣有港元掛牌 明白了 這個就叫infrastructure 就算你去其他店鋪 搶錢匯錢 港元做到 港元厲害的 那是全世界第七大 最多人取得的貨幣 所以在實際使用過程當中 反而反過來 如果港幣變成人民幣 那些人就懂得怎麼搞 你明白嗎 很過癮的 厲害的 就是infrastructure 香港比中國成熟 作為一個國際結算貨幣 但是香港港元反而不是HDR 在國際貨幣結算裏沒有地位 即是中央結算裏沒有地位 反而人民幣有 那你想一下 你兩隻東西加不在一起發生什麼事 盤房不可以放在北京 自己用了自己 但北京會不會給你 沒錯 這是政治問題 你說了這麼多這些 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家給不給你 因為共產黨一向的意識形態 都是政治掛稅 經濟改革都是為了政治服務 他怎麼會給你拿著衝袋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很貴 最後這關難度過不了 不好意思 美女爆草 我明白 事實上就是 我一向都說這件事 香港為什麼還有生存能力 和討價還價的能力 就是中國靠香港 不是香港中國 尤其是在金融上 跑不掉的 在這種情況下 就好像周年所說 到底他會不會 我不要說拿一張袋 哈哈哈哈 他會不會被你拿太太 那很重要的 他會被你拿太太 其中一個意識形態 中國要放下的 就是他要明白 金融是一個獨立的生命 你不可以以為政治掛稅 可以管得到金融 是管不到的 尤其是你自由流通之後 近些十年來 都有一些非資本主義體系 譬如西方體系裡面的貨幣系統出了大件事 北韓有過的東西 北韓有過的東西 北韓有過的固然 南美那樣的國家 攬炒 越南也有過的東西 2008年 亦是伊朗 惡性通脹 全部都是 他們幾乎倒露的 分別在哪裏 就是說 說難聽些 我那行很危險 他沒有盤房 大哥 他不會炒 就是說他不會用自由市場的工具 去管理一個自由市場的貨幣 他以為只開通了兌換就可以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其實 他之前所說 值得最後一個所謂的心理障礙 到底北京會不會被你拿太 如果被你拿太 那黃東勝就不是香港財政司司長 中央的銀行 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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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可以說趨勢也好 怎樣也好 可以很冷血的分析 第一個不冷血的分析是什麼 就是香港人的共業 習慣了懶 資產自然會升 阿爺一定 政府不是阿爺 香港是懶的 政府一定保住你 香港是很懶的社會 根本你的中產街 他沒有獨立經營的能力 想清楚 反省下這些事情 這個我一定 靠資產升值 要講清楚 香港經常說香港人很勤力 一天做十幾個鐘頭 不睡覺 是不能選擇 不是不能選擇 是懶 懶因為他們每個都死故故 不願意想其他新的方法去做 以為照行那條死故故的路 就叫做勤力 重複十萬次就叫做勤力 不需要用腦子的 所以為什麼 你不論從哪個角度看 中國才是有角度看的 他們覺得你們這些傢伙 不能夠縱壞 為什麼不能夠縱壞 你想想一個很過人的個案 你想想 航拍那架飛機仔 其實在香港發明的 但最後放在深圳 為什麼 你在香港上升這間廠 沒有位置 你給不給租 不可能 你任何創新是沒有用的 在香港 因為加不給租 不單止這些 我們看電視的機頂盒 機頂盒 每個人 你那些電視機 多新 多先進都好 每個人都放過機頂盒 實在是很方便 所以變成香港 你可以說是深夏共業 經濟好的時候 或經濟不好 有時機的時候 你根本不肯冒險 你沒有冒險 也就是說你想香港自己管 香港人想管自己的香港 就管不了 有些既得利益者 不肯去管 甚至 其實這麽好的發明 他會打擊你 願意冒險的人 對 你有這些新的路 開到 他一定要 在萌芽狀態先封了 否則會影響到他的既得利益 你打Uber已經是 Uber就是 看著 想起來 大家 雖然說是一個貨幣問題 但是背後有很多政治 還有 又是那句 到底香港人有沒有想過自己的自力更生 現在被迫到角落 黃東正開了口 骨牌效應就是 有機會港元是會末日的 有報導是2020 有時間表 先說一下 大家能否接受呢 這兩件事 問題是你有沒有辦法開在這段時間之內 香港人可以證明到可以自力更生 這個反而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沒有 對不起 香港人很多都不覺得自力更生 他們在死癌死癌死固固 一日十幾個小時就覺得這些叫自力更生 但是你說 學理師傭公那些宏觀的自力更生 就說不行的 沒有的 不同的嘛 沒有上面放水下來我們死了 是這個意識 我也是的 那些財經記者 我跟他們分析香港的那個 食水的問題 他們 用不著想這些 他在山水喉就可以了 你沒有水用的 這樣 是不是 完全是沒有一種 完全不知道有一個 事實上你是有得自力更生 沒有的 所以就是說 那些本土派玩角度好像很誇張才算 那些角度的問題 你真的如果當自己是一個城市 一個社會 你是要自力更生的 你會想些什麼 你如果是要自決 你那種自決是要每一個層面上 都是自決 就好像新加坡 那些人都要用新加坡去比 新加坡要搞事情 他用很多 他真的習慣著周全在所有不同的 國家回教 國家的中間 他真的要從一個很低的層面上 去做一件事出來 但香港好像背後有一個 成功靠富幹 成功靠爺幹 你傻了 學新加坡 可以學新加坡些什麼 新加坡的食水 如果水塘在新加坡 他會很珍惜 新加坡是對食水安全使用 它是國家的第一要務 你香港 不如填了水塘來蓋 你知道嗎 有個新加坡的叔叔 兩年前跟我說 我跟他講監安圓水問題 他說了一句話 我真的沒得搏 他說如果一個國家 連喝一口水都這麼害怕 那個已經是第三世界 不是第一世界國家 我覺得香港人就是 這樣東西這麼簡單 他都看不到 即是沒得救 第三世界的人是會珍惜他們可以拿到的食水 香港不會 不會 香港覺得水是可以源源不絕供應 沒有製水的意識 你想想新加坡的意識是什麼 其實新加坡 technically speaking 都是靠馬來西亞的水 當然 不過 還有海水化淡 為什麼他可以按到馬來西亞這麼便宜 跟馬來西亞不給不行 海水化淡 因為新加坡不止海水化淡 新加坡不止海水化淡 新加坡不止海水化淡 新加坡不止舊吉士 你技術第二 舊吉士 他弄化淡廠 他不單止海水 坑渠水都說化淡給你喝 李顯龍 和這個吳祝敦 自己拿海藥水當中喝給你看 會不會像香港的官員那樣 你逼他喝一口水 他説你侮辱他 不要用 新加坡的官員 帶頭喝再生水 然後被下馬 馬來西亞 你不便宜賣給我 我就不買 而且新加坡15萬個國家的軍隊 他們其實制定一些戰略計劃 如果真的必要時 跟馬來西亞抹臉 他是會派精銳的軍隊 去突擊他馬來西亞 佔領他上游的水之餘 人家的空軍是很厲害的 人家是精兵的 所以你學新加坡 我自己學個傻子嗎 你這群港豬 這些要罵 技術與軍備一回事 問題就是 港豬沒有了一個戰鬥的決心 當你沒有了一個決心 其他人都說不說 我只說如果旅行 如果人家經常喜歡去這麼高的地方 我去過杜拜幾次 人家全部都是海水化淡 有什麼問題 澳洲有水源都研究海水化淡 計算出來都比東江水便便宜 澳洲海水化淡有兩種 如果西澳那邊Perv 它是用Reverse Osmosis 即是反過濾 海水過濾變淡水 南澳洲 它用太陽能蒸漏 反正是沙漠 它有很多太陽板 用太陽板發的熱力出來 蒸漏海水化淡 你發覺其實有什麼能源需要 兩個都是 很低能源能耗 即是技術其實是不成問題的 不成的 缺利給這家貨 你沒有新加坡人的吉士 因為我們那時候 西南威斯省雪梨 都有很貴的海水化淡 後來各自裝沒什麼用 都被人吊到爆 因為貴 但問題就是 那件事是做得到 是值得去做 特別是香港這個地方 更加值得去做 因為如果將來中國有什麼動盪 你那一下 你是不是香港人要找一條後路 你是不是不可以爛呢 首先不要說它會動盪 我當它千瘡萬世 是 但是中國是一個嚴重水資源 貧乏的國家 2009年幾乎整個東江流域 已經嚴重江巷 那時候是硬撥水出來 就好像很大因爲 其實這個已經是很大的警號 而且有些人經常說 中國什麼都有 地大脈搏 你看看數據 中國有十幾億人 但它真的是全世界可以 因為這個地 只有幾個百分比 7% 所有所謂的魚米之鄉 其實是大城市 所以好的農地 是不可以用的 中國是糧食淨入口 我都寫了文章分析 有時間看我的文章 麻煩有空 你不想附人 很多上次的網站看看 中國是糧食淨進口 中國有一個很大的危機感 就是它的糧食自給率是不夠一的 即是說它是零點七幾 是不夠食的 所以中國正糧食淨進口 已經講完了 而且它的農地 它不單止起樓 它有很多太獨立 會驗的 會驗的太厲害 已經是不適宜跟蹤 不適宜人類的 有些像新界那些農地變中地 中地是不是又再起樓 變成香港那些人 經常說本土派不讀書 甚至金融界有很多都懂得炒股票 不懂看經濟 香港那個繼續 真的我覺得很難聽的話 香港繼續有被中國利用的價值 是在於香港的政治經濟金融 都給它穩定和好 假如你主動放棄了這件事 那你和作尋艇有什麼分別 中國到時看不起你 那你不是一國一制 這兩個很不同的所謂的融合 一個就是中國找你做水泡 要靠你救命 一個就是看不起你 一腳踢開你自己 有些是故意作沉船的 香港還有很多黃金在船上 你想做指勞明燈 還是自己賣 總之他想作沉船之前 他就拿回黃金 一年之後我走 澳洲也有他的物業 加拿大也有 美國更加要有 所以你看到現在很多中國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是怎麼來的 譬如說澳洲很多農地 很多東西 是給了一些中國的錢賣 其實很多澳洲人 甚至澳洲 你可以說是澳豬 都不留意這個問題 雖然我現在不在那裡住 但我都經常留意這些事情 這些我不敢說是一種陰謀 是有一種儲執 即是儲蓄一些外國的食物資源 給這些人 這個我都已經有了 紐西蘭的乳葉 澳洲 因為先進國家已經是最後一波 最先去就是去了這個落後國家 所以中國在南美洲 是買了很多農田去種植物 另外還有就是 中國糧油集團 和新疆建設兵團 已經去了烏克蘭 烏克蘭又變成第三世間 去了烏克蘭 買了一個很大的農場回來 相等於烏克蘭的國土的9% 阿B的那個Aerable Land 不是整個國土 即是可耕種的 是可耕種面積的9% 是中國的糧油集團 和新疆建設兵團買了 你可以想想 中國基本上已經存在的佈局 但都是不夠吃的 你想想 香港有什麼利用價值 金融制度 就變成了 你不要說 食水體上很簡單 但假如你連食水都不能夠自保 你不能夠穩定的話 中國是不必要買你怕的 到時你一國一制 你不要怪人 其實很多關於這些 地原政治的事情 早已說 水資源將來會是很多紛爭的起點 絕對是的 你自己看回 中東 尤其是以巴 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食水資源 如何分配 巴勒斯坦經常說 以色列是霸佔了太多天然淡水的資源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可水化碳 還要霸這麼多 約彈河 我們自己有這麼多巴勒斯坦人 也不夠 所以變成了 香港要跟地原政治 說外太空科性話 你學一下英國 你看看我們以前 英國人管治香港的時候 很多公共事業 都是私營供應的 煤氣、電力 他只有一件事 一定永遠握在手 就是食水供應 永遠 這個又回到你那個最傷痛的問題 英國人為何不讓你動交野公園 對 交野公園是保護水資源 是雜水資源區 九七之後 我就聽到有些什麼獅子山學會 獅子山 獅子狗山學會 獅子狗山學會 獅子狗山 獅子狗山學會 那類 就說 政府怎樣浪費水 水務處怎樣 如果沒有效率 不如把水務 私有化 和你妹一樣 南美洲的私有化 你知不知道 南美洲現在就回家了 你真是水都沒有滴給你喝 那些供水公司 所以變成了 香港人又是那句 共業問題 如果真的不聰明一點 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地方 你早晚看不起 所以今天如果你說回 港幣這個問題 你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是要你一個很宏觀 一個你要看到的大片 但香港人這些東西都看不到 我真的沒什麼希望 宏觀 我們說了 不過一般小市民 最重要 如果貨幣有這麼大幅度的變動 如何保護自己的資產 這個也是值得想想的 因為我估計 即使和聯繫匯脫歐 相對來說 沒有取消港元 都是一夜之間 不會說我下個月 幾時幾日幾分幾秒 我就正式脫歐 一夜之間的 沒有得預先通知 沒有得預先通知 一說預先通知 你又是 就會有 當年的掛歐也是這樣 半了三間 一定是這樣 這個時候 它要冒的政治風險 是很大的 是吧 你香港之所以 過往這麼久都沒有大件事發生 很大的原因是 它的貨幣相對來說 穩定 銀行存款相對來說 安全 這件事其實在亞洲來說 都很unique 問題的風險是很大的 你想一下 現在的泡沫吹得有多大 你想一下 如果真的貨幣效應 即是貨幣供應多了 所以有通脹 所以資產會起 這是正常邏輯 問題是 那些市值偶學會 自由主義也好 那些黃蜜鬼也佔也好 所謂資家派 有一條數是計不到的 如果真的貨幣的 供應影響這個價格 為什麼只是除了樓外 沒有東西會升 明白嗎 我們看回 你根本不是一個通脹概念 他們經常說通脹很低 又要分開看看 通脹可能4-5% 一年 這麼多年 人工沒有加過 人工基本上沒有什麼加 升得最厲害的是樓 糧食 醫療 教育全部都是生活 跟生命必須品 你不可以沒有 那些東西升得特別厲害 是嗎 像蜜糖 升多少 有什麼用 這些LV手袋 升多少有什麼用 跟民生沒有關係 是跟民生沒有任何關係的 所以就說 所有跟民生有關係 跟租金有關係 都是升 但是其他呢 就完全沒有升過 甚至便宜了 所以這個很明顯 根本就不是一個經濟現象 是結構性問題 所以根本就不關貨幣供應的事 如果貨幣供應是有差距的 其他東西都應該是要升的 我問一下 你的貨幣供應哪有差距呢 香港都不可以自由發行自己的 通過利率調節你的貨幣 你不可以通過利率調節的 甚至供應也無法調節的 你完全是被動的 你的貨幣供應是控制不到的 就是控制不到的 就是控制不到的 所以你怎麼搞 你搞什麼資家國學派的貨幣理論 在香港沒有用的 另外很多人說 很喜歡香港交好小稅大大佬 我們其他東西都夠貴 傻的 那些間接稅通過地產 是把你大部分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 香港稅便宜 我跟你說 澳洲外國的稅高很多 但起碼別人計算的 disposable income 都是高過你們香港人的 最過癮的個案是 德國經常都在說 大家最近都留意德國的新聞 他的經濟依然很強勁 那些人是不買樓的 是租樓的 有得住就行 樓是要來住的 當你可以租來住的時候 為什麼一定要買呢 1997年到2003年 或者你買的 你買你自己住的一間 那你買一間 那你為什麼首次會買十間 就是因為他有投資價值 根本是投資的 為什麼中聯辦的人可以買兩間 你沒有良心嘛 就是一沒有良心 我不管他是中聯辦還是聯中辦 來香港炒樓 或是全世界炒樓 都是極之沒有良心的行為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辦法 全世界都有 但我只有中國人 真的特別喜歡 專頭的 沒辦法 不只是中國人這麼簡單 那些鬼鬼都會來炒樓 因為他們知道 你們這些傢伙怎麼玩 賭場的規矩是這樣的 你可以鋸人的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件事 就回到今晚 可能你的話題 就是回到政治話題 制度話題 好像很遙遠 接下來就到補選了 立法會補選 立法會補選 DQ了兩個 估計應該 其他排隊 不止兩個 應該就是兩區 起碼兩區 就是新東 和九西 現在就好像 我剛才看到這篇文章 是連月曾寫的 那篇跟長毛一樣 應該沒有打龍通 結論也是一樣 很過癮的 胡蘇仔 現在不應該回來 就應該去參加普選 你怎麼看 他會不會 我覺得他不會 我覺得他不會 他才沒有那麼蠢 我覺得他不會 書尊降貴出來做這件事 如果你要推 之前都說過 推他出來做泛民共主 但他沒有承認他是 是 如果他現在要出來 接受選票洗禮 其實已經不是 他之前 即是選的時候 那個立場 他怎麼會突然間 精神分裂走出來 我覺得是一廂情願 這件事也是 可能找不到一個 好像說 人氣積聚了這麼高的人出來 何況你 他一出尊降貴 做了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七十個人 裡面其中一個 你又有多大影響力 以前陳方公生都做過 那怎麼辦 做了一屆就是不做 所以無論他願不願意出來選立法會 他影響力 入了立法會也不會 問題是 泛民現在怎麼協調補選 這是第二個大問題 如果你不是叫胡蘇仔有人氣出來 有誰夠人氣呢 他們自己要想 現在其實 就算是建制派 他們都沒有協調 因為以新冬來說 工聯會擺明 一定不會讓位給民建聯 之前他們犧牲這麼大 被你新民黨和民建聯的人入 新民黨才得名 新民黨這個容態狀 歸倫美 歸倫美 那些傢伙都吐血 即是令工聯會吐血吐得最多 鄧家彪這次擺明 是不可以再幫人抬招 已經講明了 所以變成是否胡蘇最大的補選 故知名此其一 問題是對戰 我經常說對戰形勢 不是沒有機可乘的 是有機可乘的 就是在於你建制 並非鐵板一塊 即使今次屬於全部冷頭殺林鄭才算 暗勇沒有解決 今天剛才開完會 又關於強積金對沖 又是不歡迎散拍桌 沒得說 沒得說 強積金對沖和 標準公事 公事這兩件事 商界覺得上次 給了最低工資出來 已經是一個最大最大最大的讓步 你現在還要得寸 他一定跟你死過 所以公聯會那邊 一定會想搶回議席 原因是在於 你想一下 我的分析 到現在越來越明顯 就是說 商界希望有一個弱勢特首 直接有人說是量刑過去 你想一下 林鄭已經鬼魄和你講 七一的惡夢 她組不成班底 她本身真的人脈不夠 不是說組不成班底 她唯一機會 按現在的選舉形勢 就是她接收堂堂的班底 你明白嗎 所以誰可以選 她沒得選 基本上是商界堂堂的班底 你說公聯會 明知不能進入政治核心 她還不跟你搶立立法會議席 當然 所以 基本上是被逼著打 所以變了 我不知道泛民打算 補選怎麼做 問題肯定建制派裏面 已經是火藥未極龍 泛民未有這麼大火 還未住 但仍然很得商情願地找曾淳華出來 真是你說 公聯會已經擺明 紮定馬 我覺得泛民那件事 就是let it go 我不敢說 原因就是 免得又鋪天改革 對 我知道 過癮還有什麼加科 泛民沒得let it go 因為那幾個位 原本已經叫做 括括泛民贏了 不過雖然本土派 不當他只是泛民 但你這個不一定要增進 你自己再協調一點 你真的可以 所以泛民現在協調不了 你又來捆綁嗎 即是他們到底那幫人 這麼多年來培養了什麼人材 到現在這樣 即是說你沒有一個共主要 找個建制派出來告共主 你已經夠魚皮了 好了 你再想一下第二件事 你泛民可以協調到哪個出來 參加補選 其實不是那兩個位 不是那兩個位 是呀 另外四個呢 都排隊 政府已經 預計了三億多出來 準備補選 如果劉小黎都實埋 這麼久西 有兩個位 是啊 長毛也是 長毛新工 是呀 新東也是呀 所以整個群人 你起碼四加二 是六個位 是啊 泛民今次有機會 是沒有了立法會六個位 我就看你補選怎麼減 所以你上次捆綁 變成你買大開小 輸到趴街 人在嘶笑你 沒有了底線 就想說策略 是啊 今次又回到這個問題 那你就很團結地 有策略地拿回六個位 給大家看 這個更加難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出現這個 原則派和策略派 不止 原則派和策略派 都只是 進入了那班人 有一班人 在外面 其實是不老禮的 不要以為 本土派會放棄競爭 原本DQ那幾個位 是本土派的 是啊 所以其中一個 本土派的陰謀論 都不怕說出來 喜歡就有差 其中一個本土派的陰謀論 為何泛民在看著本土派被人DQ 啊 就是因為他們想 起未住 這是陰謀論 你可以說不是的 本土派只拿來衰 小學雞 雷街坊 二萬七千個粗口 隨便去爆 不過形勢就是 那裡打開了一個缺口 就不只是本土派被人DQ 其他四個 對黨是甚麼 一樣照DQ你 然後呢 那六個位 一定會出來的 你是否協調六個人出來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怎樣協調呢 即使是 你想想還有一些老泛民 他們是完全沐於形勢 總之我是不是 我的中國談過去 分分鐘就 無意中變成隔一決票 會誤解 你們九西 大家知道 其中一個長期 步向九龍西 深水埗是誰 文協 最有能力 沒有了 結果新界西那裡 就是因為文協那一屆 一敗徒弟 整個泛民陣營一敗徒弟 如果九西 你文協會不會說 給你們出 馮檢基和我那邊的人不出 會不會呢 我覺得沒甚麼機會 死都拿分分 死都拿一決 結果他真的拿一決 大家都拿一小決 很大這個機會 上次問就是英國的河君堯 三萬票爺你十萬 三萬票爺你十萬 最出名的這下 三萬票爺你十萬 真是見到都吐血了 現在別人建制派 戰意甚龍了 商界會回去爭的未必一定 極有可能 民建聯和工聯會爭的 極有可能只是這樣 問題是這兩個爭的話 西華好像是協調的 一出仙就自然貴 但人家協調一定比你現在散鎖 協調一定比你現在散鎖 協調一定比你現在散鎖 因為他不是欠一個位 是六個位 你明白嗎 派餅仔他一定派得足 這邊三個 那邊三個大家各五十蛋 他有很多位派 所以就是說 為何人家小票都贏你多票呢 你自己鬼打鬼 就是這麼簡單 你泛民鬼打鬼 人家三萬贏你十萬票 就這麼簡單 就算不鬼打鬼 都是自己散鎖 亂按去 現在最過癮是豪賭一局 豪賭一局 豪賭一局而輸了 輸了之後 那你怎樣 你不抱回那個胡蘇仔出來 你找誰做所謂共主 第二個危險就是什麼家科 除了胡蘇仔出來 你想不到第二個 我就想說 你就算共主也是只有一個 但是你六個位 原因過癮就是什麼家科 其他那些 不是 不是薯粉營那邊 被清算了 你原則派被清算了 你本土派被清算了 你發明這裡 從八十年到現在的失敗 到現在你推不到一個所謂共主 之前他找一個什麼 陳方公生做共主 一道 現在竟然想找曾俊華 全部都是以前公務員 以AO出生的這一班 這一班什麼時候跟你有民主理念 全部英國的威權 根本是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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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是威權統治底下的一個工具 根本是威權統治底下的一個工具 你找這班人做定主 你推他進去 隨時他投票都不是投你們想他投的東西 他會 問題是他作用多大 都是一票而已 應該就是心不在那裡 心不在那裡的時候你想他怎樣幫你賣命 根本不是心不在那裡 你想想當日陳方生每個都說到他鬼那麼好的時候 他是遊行的時候走幾分鐘去出發 你就知道他的心到底放在那裡 結果進了議會 結果得到什麼呢 泛民會不會因為一個共主而令他壯大了 團結了 結果完全沒有 是完全浪費 所以就是說 既然已經有前居可鑑 怎麼會繼續豪賭 所以他就說這次的補選形勢 泛民是極弱的 我不知道他可以怎樣撇調一下 有很多人說 一定要團結 不可以沒有本事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最慘的是 如果一區差兩個位 真的很容易被建制派 人家配票 如果你們個個全部都戒掉 戒票 然後戒票 幾敗俱傷 那就真的沒有了 到時連立法會的關鍵少數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那不要說 政改任何惡法 大家很容易過 起碼他沒有否決權 大白象會起得更多 即使不說大白象才算 那些商家不是傻的 北京都不是傻的 你記不記得 九七回歸那個鑼威的臨立會 他都不是動你經濟線的 他一動是動你的市政局 他動你的民主階梯架架 他一定先動政制的 那時候為什麼這麼容易動了這兩個市政局呢 那幫這樣 真是很仆街的那幫議員 市政局那幫 是胡亂用大花筒洗錢 自己幫自己 黑箱作業加薪 一加加三成幾 最主要是什麼 當時政府給了一張空騰司 但當時民主派為主的區議員 記住啊 當時民主派為主的區議員 居然收了空投支票 而投贊成票的嘛 那些空投支票什麼加科 就是會將市政局的權下放給區議會 傻呀 他權收了他還會下放 收了會下放 沒有下放過 他們當時呢 他們只是看那個所謂民意 民意就純粹看 你浪費了這堆大花筒 那我相信民意 我就贊成了他 他們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如果你看這些 難怪年輕一代覺得 尤其是傳統的老泛民 是出賣香港人的 所以為什麼本土派 尤其是二十歲以下 九七歲後出生的那些 基本上是沒有你當年的 所謂反英抗直的心態 因為他們其實是覺得你們 幫他們做了很多他們 不正確的決定 他們現在想他們撥亂反正 但他們也沒有權沒有勢 他們可以怎樣做呢 他們那個心態很嚴重的 就是你們中年這一群人 港英時代好處你們來搗爛 而我們一出生到現在 港英的那種好處我們什麼都得不到 中國的那些很壞的 就是我們吃光 調戲最不信是這裡 但你們還要精英心態去批判他們 覺得他們什麼都不認識 你們就認識光 但你們坦白說 我這兩年搬回來香港 看他們做好事 就是看一些歷史 他們每次做一個 deal with 政府 由領善領回 到你之前講的區議會那些 你哪一次不是歷史告訴你 你是拆了 你拆了多少次 你要拆到多少次 你才夠啊 還有他拆對他們本身的利益 不是說真的損害得很大 香港的所謂的反對派 是立法會議會期完了 大家去旅行 舒舒服服回來道遠駕 他們不是在外國真的拿著命搏 因為他們其實 他們不需要進步的 還有他們不是真的為了 他們所謂幫你爭取那幫人 其實他跟他們是脫節 他們自己本身都很利地 你自己看那個陶謹生二十多歲做議員 真是萬年國會 即是台灣那時候 萬年國會那類就是這些 最過癮的形勢改變 就是怎樣爭也好 本土派那幫人的鬥爭路線 或戰爭路線 跟全黨範圍是很不同的 你就等到朱凱迪 你想想那幫新入區議會那幫人 就是有關我事 廢稱佔命區議會 是 他們做了一些很貼地的事 甚至連現在那個業主南運法團 都逐個在這裏 太和的後裔 是逐個地區裝腳在這裏 而他們 如果聰明的話 我不知道他有多聰明 不要太少惡妓 本土派那幫人如果再聰明的話 他應該參考以前其中一種抗爭手段 就叫做非政治抗爭 當你不打著政治旗號的時候 你沒有了政治壓力 但是你是拿到更實在的社區利益 那才過癮 因為你做地區工作 是所謂最貼地氣 是貼地氣的 你是外國的 我不知道香港學運 怎樣培養人出來 但是外國很多時候的學運 很多人是收編到一些派對 但是也有很多人後來收編 但是他們怎樣 他們的政治能量是由怎樣大 開始建立 就像蕭公子所說 地區工作 Grass roots 是 很多外國的所謂broad left 就是一些政治光波很闊 一班人大全都是編了 他們做什麼 在community center 在law 在legal center 做一些volunteer的事情 或者他們做一些 不是很高身的地區 幫助人們提供legal服務 在那裡聚集政治能量去上升 你奧巴馬也是這樣出身 真的這些深間世界 是一些罪地區 所以為什麼 就是那些老泛民 經常就是精英的心態 通過他 你全年都不見他 直接選舉來會見到他 然後他輸了 他就說人類蛇劑餅種 笑到爆嘴 現在就是蛇劑餅種 現在說蛇蟲鼠藝 人類最關心什麼家貨 從環鼠環 怎麼鼠黃昏會上到位 真是後巷捉老鼠 你餓他吃 你中鼠跟上到位 因為他真的說到 東本身是設了很多很多年的工作 我們也說對了一件事 就是叫做強魯之末 當你建制派要用輪椅 在老人院推出90歲的人 出來投票的時候 你說你實在有多少票員 除了你配票厲害之外 你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這次為什麼 有本事把年根拔起地區 這麼順利 他看準了 我提醒他一件事 老泛民不敢去攻打 別人的鐵票票倉 問題原來是子老虎 你一去兜得將軍的話 他手未兼顧不了 所以你發了這麼多 廢青佔領區議會 這次大贏 是這樣來的 第二件事 同樣都是 從來泛民不注意 就是一個光環的問題 有光環 我不跟你同流合污 不同流合污 會怎樣 所有功能組別 泛民無份話事 然後這次為什麼特首選舉 可以拿到民主三百家 跟泛民、春事 是那些新進的專業議政團體 也就是說那些年輕人 已經不再拜上一代那一套 我不管你什麼家火光環 總之這個是我業界 我要維權 他一聲說維權的時候 當年何君宜被人堆倒了 才會看到 所以其實你不論多強的 所謂傳統建派票倉 甚至姚從嚴堆倒你 梁振英票倉刹樑街 那就是同樣的道理 除非他沒有世代交替 有世代交替的話 他一定會造反 還有有時候講政治這些事情 如果很多人覺得世事被你寒頭了 政治是講利益 那不如你是政治的利益 或者實際上你由下而上去講 如果最低的人在最低的level 你不能為他爭取到他最切身處地 每日生活上的利益 你何來講一些很大的價值 所以就是說很過癮一個question mark 就是其實這次你說的投票 如何高也好 還有很多人還未出來投票 Exactly Jolene講的 為什麼人家外國的環境會這麼不同 就是因為人家是直接意識到 政治和我個人利益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不是地區層面 不是最貼身的層面 做這些基礎功夫 你那些選民怎會意識到這件事 怎會聽你的號召 本土派的日積月累 現在就是每個莊腳去起 每個地區去起 甚至如果你看上次這個大坑選區 為何會這麼過癮的選情 其實是一個很過癮的proposal 就是那裡原來沒有銀行櫃園基 他畫過銀行櫃園基 就是這個我的選舉海報 這樣就怎樣 就是這麼貼的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如果香港人研究一下 不要說 例如外國或者一些 你們經常如果是港民主的話 很多時候很多人在外國 由很低造起 做到美國國會議員 他們一定在地區工作 他有他的裝備 甚至可能他是一件事 就是立刻出了名 可能為了一個area 一間工廠爭取到處的人的權益 一開了名 他就在那裡營聚的政治力量 就在那裡飛上去 但是你香港老泛民 雖就是雖就是 你經常說到很宏大 自己高高在上 你很難怪最低的人 是不會給你票 甚至不意識到自己的一票 是有用的 還有你老泛民 都說他們真的太舒服 繼續用回這種方式 我都好像陶謹申這些 可以80年代到現在都坐在那裡 他們有什麼需要去進步呢 完全不需要 還有泛民對建制的六四比例 你要記住 你那六已經不是你們自己的六 你那六已經是給別人分 但那五已經不是分 是給你們 你怎樣雷動計劃 民主黨二十多萬票 人五席 我當你厲害 但是不會每次有效的 這次你發覺 民調也好 投票也好 記不記得長毛也說 只有那幾萬票 目標是多少 原本是三萬多 目標是多少 要拿民意授權 去成為特首候選人 最少三萬多 去網上 不是實際拿了幾票 目標是要多少票 目標 目標 目標是多少 是幾萬人 目標是十萬以上 一半都不到 你說目標 不是說最差的門口 不是最差的門口 目標有多少 不夠 不夠 目標有多少 十萬以上 十萬以上 他擺放了很多街站 目標是相差很遠 你試試想想上一次 毛爾公投的 那次是多少 那次是近百萬的 周庸出來說我都要百萬 那次我還在外國 周庸簽名 那次就說過一百萬 但是自己的繁文那邊呢 都過一百萬 九十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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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的落差 你想想的落差 明白嗎 也就是說 戴耀廷沒有耗絕力 戴耀廷沒有耗絕力 就是他跪在那裡 叫那些學生不要走 所以就是了 你想想 這次你所謂的特首公投 說要拿民意授權入閘那一下 居然目標已經定得很低 實際得票更低 門籃都很低 你想想 那個風向在吹哪一邊 你自己想想 那些真的會投票的人 是不是還跟你玩這個遊戲 你其中一個所謂的卸博 我經常說賭仔成賴的 其中一個卸博的做法 因為今次的選民沒有票的 不像上次立法會選舉 等等等等 不像這個所謂的 真普選聯盟號召大家的 政改公投 等等等等 政改公投其實大家都沒有票 老實 其實是立法會的事 那些市民都沒有票的 那為什麼這麼踴躍 也就是說你同一招 你煲了幾次 我不要說狼狼鳥才算 你賭得一次 再賭第二次的時候 再賭第三次 就沒有人跟得到的 沒有用的了 我上次已經說了 我不是抽空來講這件事 我上次未曾選特首 選特首之前 已經分析了 你是豪賭的 不是我潑你冷水 不是我扯你後腳 我純粹很冷血地分析一件事 你再用這個捆綁概念的話 你不單止沒有捆綁能力 你是會製造一個離心力的 這次肯定內部清選 那一天長毛已經沒有辦法歸隊 你都騙了他走 但還是怎樣搞 本土派沒有辦法歸隊 不是自己有的 你只要把他的位置 沒有沒有 還有長毛出來說要選的時候 珠凱迪亞那些本土派 即是有實力的本土派 是支持他的 就不是傳統泛民那些 不是傳統泛民那些 反而拆得他很厲害 所以本土反而跟長毛和劍 拖了一條線 那問題就是 你再捆綁的時候 離心力會很大 你想想這次 人家不會行女套笑你們的 民主三百那些傢伙 已經被你豬了一次 你捆綁了頭裡 胡蘇仔的原來 沒有東西跟手未的 那他投給你和不投給你 你以為民主三百那些傢伙 會不會有怨言 你想想想 你想想 所以就是說 他們現在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 那麼他們這麼辛苦 選了一個選委 又要幹什麼 就等於白費 比白費更慘 被人現在示眾笑你 你如果不投胡蘇仔 還可以說 我有原則 我堅持八三一 如果不是 你都自己出賣自己 所以你說 找胡蘇出來做共主 你的原則 他根本 八三一他又要跟 二十三條他又要立 然後還有 你泛民的那個經濟 或者財政意識 為什麼 是左傾 而他 是個河巴 最右傾 你怎麼找這些人做共主 所以這些批評一回事 我只是告訴大家 一件事 我分析這些 是純粹當一場戰爭遊戲 來看的 你買了什麼 你想拿什麼 加貨回來 你輸不輸得起 你輸了什麼加貨 你知不知道 你可以當我 扯你後腳 撥你冷水 你可以不喜歡我 不過 我說的事實 你不喜歡聽 你也要聽 是 現在已經賭到輸了身家 你還憑什麼 要大家 捆綁跟你玩補選 而補選的缺口 不是兩個 補選的缺口 是六個 你明白嗎 是派不到餅仔的 又考泛民 看看他這次怎麼玩 看看他有沒有清算 我們 我自己覺得 泛民不如他們不要選 給本土派也好 什麼都好 新一代的自己去選 他不會 他認為這班人 是陀水家 那他們自己 那這班老泛民 自己 就真是陀水家 你們自己 到現在 都沒有檢討能力的時候 還要在搞局的時候 你們還說什麼 叫民主派 說到尾 他們是不願意去承擔一個政治責任 但只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我看他們可以解話解到什麼時候 這次胡蘇仔輸了 輸了 之後 豪賭失敗 我還未知他們跟選民交代 第二樣東西 更加嚴峻的問題 是否胡蘇仔補選一回事 補選兩方協調人出來 這個才過癮 我覺得真的難 就算你協調人出來 那些反建制的人 都不會投你 我自己 我自己都覺得 三百家那件事 我不支持他們 那麼支持真俊華 我都覺得 我都跟師大爺和朋友說 他們要票債票償 到時候 補選的時候 就會反映到這班人出來 你怎樣票出來 你都未必拿得九票 如果有得我選的 我一定不會選老泛民 很簡單 我記得超區 上次超區 其中一個是梁耀忠 大家 那時候我都不想找他 但因為你可以選 其實我不是想找他進來 我是不想 被其他建制的人進去 結果弄了梁耀忠出來 一開球就怎樣 自己離開戰場 他自己主動放棄立法會主席的位置 被人上 然後搞出DQ這件事 就是這樣 主動離開戰場 那人家就自然進來 所以你說那班傻子小學雞 即是說你進去怎樣 甚麼是一回事 直接導致有一個建制派坐在主席位置 是DQ你的 梁耀忠已經在法文裡面 那個形象 知力 已經是比較容易令人接受的一個 是啊 他已經比較貼地了 是啊 被人這樣說 這樣也是 原因就是 被人看到你是沒有管治能力 甚至沒有管治意志 這件事說得很對 就是 像我家人和我爸爸那些 他第一件事 你對民主派泛民的印象就是 他們做到甚麼 他們懂得做甚麼 你懷疑能力是一回事 意志才重要 你任何作戰 前面叫做決戰中華 你明白甚麼事 任何作戰 你說意志比你能力重要 以前為甚麼那麼多軍事奇蹟 以小性大 以弱性強 你以為真是純粹有硬實力嗎 你如果連戰鬥意志都沒有 好像梁耀忠那樣 陣前 棄甲 這叫做士氣 你想想 如果他現在來拜你票 說要你再授權給他 你給他立法會主席做又如何 講起戰鬥意志 最明顯是上屆 這個689對唐英年 我不管哪一個人的政治立場 講戰鬥意志 誰強一點 是 結果呢 借了 借了之後 就回去喝紅酒 算了 這些根本只不過是一個二世祖 打算拿一個特首的位置來玩 玩不共 一早已經預算是他 所以他沒有戰鬥意志正常 因為他講難聽些 是儲君 現在人家是廢長立的 廢長立右 儲君才是最危險的 所以為何清朝放棄了這件事呢 儲君才是最危險的 即是他自己沒有腦 得來還沒有意志 問題是現在梵文莫說 沒有共主 連儲君也沒有 所以我們協調了什麼出來 我就很有懷疑 有開過什麼盤 我不知道 我不覺得他有什麼協調益 起碼梁耀忠這件事 殺傷力極大 我不知道有些人有沒有留意 就是你表現給別人看 即使民意授權你進去 立法會 我給你一個主席 你坐了 居然不是因為有任何問題 是你主動說我不想 走開了 走了去 然後DQ了 就順勢殺了你 另外就是 有些人會 替梁耀忠說 他的性格本身是這樣 如果你坐二十多年 你都是一個backbencher 那麻煩你退位讓言 你如果性格本身是這樣 麻煩你過主 因為香港是要抗爭 你不是建制 你能夠進入立法會 你就是人家投給你抗爭 所以就是鬥爭意志問題 首先技巧的故事 應該是小學雞不可取 不過 講鬥爭意志 本土派是強的 你想清楚這件事 你也要明白為何他們強 因為他們不能輸 不是不能輸 我一向已經說了這件事 剛才也說了這件事 到你2047 他們幾歲 你想想 30年 你這班老販 現在都退你休 他們很久 他們很久 下半世 如果他們上半世 不搞定你2047之前的局面 他們2047過不了下半世 他們根本就是現在到2047 根本就是慢慢躺進棺材 2047就是那個口釘 應該就這樣說 有部份 不少的 已經不是小部份 有很多 本土年青那一派 他們現在是背水一戰 是背水一戰 因為他們知道他沒有退路 不能走 2047是他領事 所以戰鬥意志強 就強了這件事 但這樣才厲害 會令到他心灰意冷 不會 不會 你DQ完之後 他仍然是面對一模一樣 以及在惡化的環境 而他們 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 變成他們沒有包袱 他們連包袱都沒有 會不會有戰略改變 我不敢說 第一,拭目以待 問題是保暑這下野 是一個很大的分水嶺 到底是泛民兵敗如山島 然後攬炒 令到立法會沒有否決權 還是有本事 東山再起 還是本土派重新拿回原本的位置 這就過癮了 但泛民很難 因為現在現有在意 這個特首選舉 是做了很大的傷害 我昨天在街上坐的士 你都看到在銅鑼灣 街上有個泛民支持831 23條 喂,你被建制派去野餘回來 這件事是不是醜得很厲害 是不是很荒謠 回歸20年之後 看看下一次頭見的樣子 到底很多後果會如何 色目以待 大家衷心祝福女王 做個康復 沒有辦法 不休息一下不行 上次她都不想出鏡 化妝也不行 經常說自己的樣子不漂亮 不出鏡 她很累 她累到病 沒辦法 這個不怪她 稍後的樣子都可能要入廠 是不是 是啊,因為腳有一點 舊患要處理一下 所以就做一點手術 拖幾個禮拜 我們可否在醫院直播 那是不可以的 短片呢 短片呢 短片等我看看之後如何 不想大家掛著你 如果之後痛一陣子 沒什麼心機做 希望不會 希望不會 接下來這個戰火蔓延 仰不出她的聲音不行 希望 可能到時一個月後 樓價又再瘋 你忍不住也要出來吵一回 是啊,沒錯 到時又被人吵我 說我經常叫樓價跌 我們不怕 你說的 無所謂 無所謂 最重要要說老實話 最重要是尊重事實 OK 今個星期 先打個招呼 先和大家約定 稍後會盡量看看 有沒有樣子 找誰幫你主持 好嗎 好 辛苦大家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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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